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环境保护还有经济发展到底能不能并存的问题 近年来台湾政府是不断利用BOT的政策 把国家土地提供给财团来进行开发 而环保团体呢今天是指控台东县政府 在环平都还没有通过的情况下 就把台东的知名山源海岸交给财团来盖度假村 结果美丽的沙滩是面目全非 珊瑚教生菜也岌岌可危 这里是台东的山源海岸也是著名的半月型海湾 但是细有的沙滩却因为财团开发新建度假村 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景色 环保团体质疑台东县政府有图利财团之前 它原来是细沙的 它原来是把挖起来土铺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它可能下雨的时候这个土呢 会往下流流下去呢 我想上湖江是要非常清澈的海岸 还在做环境那为什么可以施工 台东县政府为什么可以先违法 先发下一个所谓不到一公顷的打向指导或建造 原来环保团体质疑台东县政府表示 业者目前申请建造的第一期建物合乎法令规定 但是业者打算扩充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工程 已经超出原先的申请范围 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冲销环平 台东县政府强调 业者必须等待环平通过后 才能申请第二三期的建筑执照 至于业者不当清澈工程废土的部分 县政府已经依废弃物清理法 开拔新台币30万元 记者选择修复台成军义 台北台东综合报道